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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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早安 我刚刚起床没有很久 我等一下只能要出门去 所以就想说呢 干脆就是 架起相机 带着你们一起跟我化妆 准备出门这样子 那我已经 做好了妆前保养 那我们就直接从 化妆的部分开始 首先呢 先把我这个 刘海给夹起来 喔对了 我已经就是 去把我的头发剪断了 但是其实这个 这个造型呢 其实坦白说我 我没有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就是 这边这个部分呢 剪得太短了 这个是发型师他自己跟我设计的 就不是我要求的喔 就是算是他 他擅自的 制作主张就是帮我设计 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但是我觉得这边就是 剪得有一点太短 所以就是正面看的时候呢 他这边这个部分呢 就是会凸起一个 一个尖尖的角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 喔你擦一点发辣 就是把它压下去呢 就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 呃没有很好看啦 对然后这边呢 我就是坚持就是 呃继续的留长他 对 然后就是有稍微的修短一点点 但是长度呢 基本上还是在的 对 呃然后呢 顺便也做了一个 顺便也做了一个 颜色这样子 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自然的一个棕色 对很抱歉我的声音 有点沙沙的 因为我刚刚 呃起床没有多久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上妆 好首先呢 第一个呢 要用的是一款防晒 对这个是 高斯他们的这个 SPA50 PA++ 这款防晒 呃雪姬翠对 然后这个防晒呢 是我今天第一次使用 所以还不知道他的 这个质感是怎么样的 它是有点这种乳白色的这种颜色 好它的质地跟颜色呢 是长这样子 它的质地感觉是那种还蛮 还蛮保湿的那种质地 脖子也差一点 它就是有一个那个 呃 KOSEI他们家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那个 那个味道 如果你们有用过它那个 去黑头的那个面膜啊 就是那个黑色 然后就是直接撕掉的那个啊 它的味道跟那一款的 那款面膜是一样的 就也不是很臭啦 但是也没有到说特别香的那种味道 嗯它的确是还蛮保湿的 然后就是 擦在脸上呢 一点也不会有那个黏膩感 对 这一点也是 我是还蛮喜欢的 因为有些防晒啊 就是它虽然是主打保湿 但是你擦在脸上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很黏膩的那种 就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这款它倒是不会啊 因为我刚刚用的量呢 其实也算蛮多的 好 接下来呢 一样用的是这款 Etude House的毛孔引擎路 最近的肤矿呢 一样是没有很稳定 对就是这边呢 还是像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昨天突然间就是 长一颗这样子的东西出来 然后当时是觉得很痒 就一直去抓 然后我妈就说 欸不要再抓了 它整片这边都红了 我也不清楚是长痘痘 还是背蚊子钉 但是看起来应该不像是蚊子钉 应该是 应该是 算是长痘痘这样 然后就 很痒啊 就一直去抓 但是擦了一些药膏 就比较好一点 对 所以最近的肤矿没有很稳定 然后我手上的湿疹啊 又 又已经回来了 对 因为天气 因为天气的关系 所以 最近就是 皮肤 皮肤的状况呢 都没有很好 就是我这个 撕疹的这个部分啊 就是 真的是很烦 那 插完毛孔隐形露呢 接下来呢 会上一款 隔离霜 那我用的是这个 这个 这个 Mamonday 他们家的 Cotton Bale Primer 然后同样呢 也是有 SP50 PA 三个家的 这个防晒系数 那这一款 这款隔离霜啊 就是 它的那个效果是 就是比较 丝绒霧面的那种感觉啦 对 首先呢先摇一摆 好 因为反正这个隔离霜 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我姐姐她 用一半呢 又直接又丢过来 这样子 所以我就干脆把它 尽量的用完它 它的颜色是有一点点那种 淡淡的 粉色的颜色 大概就是这样子 有点淡淡的粉色 平常我会用刷子 但是今天有点懒就用手 那我今天想要画的妆容呢 是一个 就是 比较偏橘色调 然后就是 呃 比较有一点点夏天感觉的那种妆容 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 能不能达成 嗯 我现在在喝的这个饮料啊 它是 呃 那个 核桃加坚果 杂粮的一款饮料 就是我之前在 好像我的最爱视频 有推荐过那一款 就是那个杏仁口碑的 对 但是我这次买的呢 是那个核桃口碑 然后它是 呃 有点点这样子 就是黑色的 就 知道你们看得到吗 就是 这样子黑色 就是有加了那个 那个核桃啊 还有应该是有一点点芝麻 然后 还有一些其他的 杂粮坚果类的一款麦片这样子 然后它喝了就是 会让你有那个饱足感 对 因为我等一下呢 是约朋友去吃饭 所以我也不想就是 呃 早餐吃的太饱 所以就直接喝一杯这一款 这个 呃 麦片的饮料 好 接下来呢 先来做一下这个 肤色校正 那同样呢 还是用一款橘色调的这个 呃 这个遮瑕 那我用的呢 一样是 呃这个 Mary Kay的遮瑕 然后就 把那个 颜色呢 尽量的调出来 那我最近呢 还蛮爱用的 遮瑕是这个 这个是MAC 他们家的 Prolone Rare的遮瑕 遮瑕膏吧 对 那我用的颜色呢 是NC15 就不会太深 但是也没有到说很浅 那这款遮瑕 它的质地呢 会比较偏臭 所以在用量方面呢 就 呃 其实不需要太多 对 除非你真的是 很多很多的地方 要 要修饰 要遮瑕 那你就可以用多一点 那它的质地呢 会比较偏臭 好一下我们的 遮瑕刷 好那挤出来之后呢 就直接用刷子 把它给调配一下 这款感觉好像是要用完了 我们要再去找一找 别款的橘色遮瑕 就这样子均匀的调配 那其实如果你要先上橘色遮瑕 来做修饰 然后再上普通的遮瑕膏 其实也是可以啦 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加 但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我本身比较 比较蓝一点点 所以我就 干脆把颜色调配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 可能就是用起来 也会看起来比较自然 好那我主要呢 就是会 呃 放在眼下 就是我黑眼圈 最重的地方 好再来呢 就是我的痘印和痘疤 然后呢 就直接用刷子把它给刷开了 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直接来上粉底 那粉底 那粉底今天要用到的是 Inistry这款 My Foundation的粉底液 然后那个 我用的颜色呢 是C21 那2.5呢 是我觉得对于我的肤质来讲 算是 呃 刚刚好的 就是它是 呃 偏霧面 但是也不是到非常霧 就是稍微微霧的那种妆感 那C21呢 就是对于我的肤色来讲 我觉得算是ok啦 也算是刚刚好的 好 那就直接挤出来 接下来呢 就直接用这个刷子 这个是Etude House的那个粉底刷 就直接把它给刷开 这款粉底刷 我之前好像就是有推荐过吧 就是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 主要是因为它刷粉底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是不会有 不会有任何的那种粉痕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直接用 这样子一个刷子 搞定你的整个那个底妆 你可以看得出 它不是完全霧面的 它是微霧的那种感觉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那种 呃 光泽度 我觉得我刚刚可能就是 用量不小心挤太多了 还有一些剩 那我们就 局部的加强那个遮瑕礼 像我的痘印啊 还有这边有点痘痘的地方 好 接下来呢 我会用一颗美妆蛋呢 就是轻轻的拍打 这样子那个底妆呢 才会更加的服贴 好 那我们就先不来定妆 我们就直接来先上眼妆好了 那眼妆首先用这个 Urban Decay的眼影打底 就轻轻的涂一层在眼皮上 好那今天要用到的眼影盘呢 是Anastasia的这一盘 Soft Glam的眼影盘 好首先呢 我会用一个蓬松的刷子 沾 呃 这个颜色 Origge Soda 那我会直接把它刷在那个眼窝的地方 稍微拉近一点给你 好 接下来呢 我会拿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刷子 然后呢 会用到 呃 这个 比较深橘色的这个颜色 这个是Solone他们家的眼影 我就会沾一点点 我掉银粉之后呢 我会直接就是从眼尾往前戴 这款眼影啊 它的那个显色力是还蛮好的 所以其实 在用量方面呢 要稍微比较小心 比较轻手一点 这个颜色的显色力 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其实一点点呢 就可以让整个眼妆非常的明显 接着再沾 像这种蓬松的这种晕软刷 其实就非常适合拿来做这个颜色的晕软 所以不管你是彩妆新手还是老手呢 我个人都还蛮介意大家 就是去投资一种 就是这样子的这种蓬松的这种晕软刷 就是用起来呢 会比较方便 也还蛮好用 好就这样子呢 你看这个橘色的这个眼影呢 就这样完成了 就 它的显色力非常好 所以在用的时候呢 真的是要 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我觉得Solone他们家的眼影啊 虽然是开架品牌 但是在 呃 粉质啊 还有就是颜色的这个显色力上呢 它都 我觉得它都做得还蛮好的 对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它在新加坡的Watson Sarkai 是没有卖的 这个 这一款呢 我是在啊 网路上买的 对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把那个我购买的网址呢 贴在下面的那个Information Box 好 接下来呢 我会再回到Soft Glam这一盘呢 然后再用一个小一点的这个刷子 沾这个颜色 Burn Orange 就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咖啡色吧 然后我会直接放在就是眼尾 做一些小小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加强这样子 轻轻的点在眼尾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颜色呢 基本上呢 是大概是这样子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眼头的部分 好 那眼头的部分呢 我会用一个比较香槟 香槟精的这个颜色吧 这个Gristening 然后呢 我会直接拿一个扁的这个眼影刷 对 就直接沾一点点 就直接拍在眼头到眼中的这个位置 好 眼影的部分呢 就这样子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眼线 那眼线 因为今天的这个眼影啊 是比较偏橘色调的这个颜色 所以今天眼线呢 我应该是会用比较柔的颜色吧 就用一个棕色好了 那今天用的眼线是这个K Palette的眼线翼笔 好 眼线完成了 就是画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平拉式的眼线 对 就是不要太不要太锐利 不要太尖这样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夹睫毛 那睫毛的部分呢 一样是 呃 这两个商品 就是Kate的睫毛大抵 还有Edge House这一款 Corefix的睫毛膏 我觉得我这个睫毛夹就是被发出很奇怪的声音 就是在夹的时候 会有那个 那个螺丝那个怪怪的声音 接下来呢 就是上睫毛膏啦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眉毛的部分呢 依旧是NYX这一款 眉粉 然后呢 再搭配这个XL他们家的眉笔 对 其实XL这个眉笔啊 就 呃 我觉得没有到特别好用啦 但是 呃 我觉得既然都已经买回来 就干脆 尽量的赶快把它给用完 对 我已经用到剩这样子了 其实也没有到 呃 很多 就是 大概这样子的一个量吧 对 所以我就是 想尽量的赶快把它给用完 然后就是 不会再回够 然后就是会 呃 想要用其他的牌子 好 首先呢 先把这个眉毛给 塑顺 首先呢 我会用 眉粉 然后用一个斜角刷 那我会沾最浅的这个颜色 就直接先把眉毛的轮廓呢 给框出来 接下来呢 就用这个XL的眉笔呢 呃 来填补眉毛之间的那个空隙 好 接下来呢 上这个KATE的软眉膏 这边有点痒 通常上个底妆之后 然后就是感觉脸会痒的话呢 我会直接用海绵这样子 拼命的跟它拍打 是 算是有个抓痒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用手指去抠的话 你的粉底就直接给它 就直接给它 扣掉啦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来定妆 那定妆今天用到的是 这个Essence的 这个透明蜜粉饼 那这个呢 是我最近才刚刚买的 然后就是有 呃 有做那个英文的 Essence的开箱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去那个视频观看 好 我就直接用我的蜜粉刷 我会直接就是 着重在于气质部位比较多 因为我会 呃 在那个地方比较容易出油 嗯 OK好 现在直接呢 就来做一些 呃 修容 那修容呢 我会用到一样是 这个Misha的 Gotton Contour 就直接用它来修鼻子 还有这个 呃 脸部的修容 这个呢 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所以 即使你下手稍微重一点点呢 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颜色呢 是很自然的那种 呃 修容色 那因为我想今天的妆感 看起来就是 柔和 但是带有一点点气色 但是 呃 我不想就是修容 就是太过的明显 所以尽量呢 就是把它刷的自然一点点 好 就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下巴的地方 好那接下来就是打亮 那打亮 今天用到是 Wed&Wild这一款 Mega Glow的打亮 对 然后它是带有一点点那种 很淡很浅的一种粉色调嘛 就直接用打亮刷沾一点点 那今天打亮我也不想太明显 所以就 呃 就一点点 直接刷在这个 颧骨 这样子 不要有一个 一点点的这种光泽感 这样子 非常自然的一个 打亮的 这个颜色 就不要太多 就一点点就好 OK 就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 呃 唇膏的部分 那唇膏今天我会用到两个唇膏 那首先这个是 嗯 Curtice 他们家之前就是推出的一个 限量版系列的其中一个唇膏 那这个颜色呢 是CO2 它的颜色是比较一个 呃 比较算是一点粉裸色的这个颜色吧 就是长这样子 这样子比较浅的一个粉色调的一个颜色 我会直接拿它来做这个呃 这个整个嘴唇的打底色 那它的妆感是稍微比较有点雾面的这个 这个妆感 OK 好那接下来呢 我会再用一个 稍微比较深一点点的 比较亮一点的颜色 那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Silky Glow的 呃 Mate Fever Lip Balm 对 Lip Color Balm 那我的颜色呢是09号 Rip Balm 我会直接把它就是 涂在这个嘴唇的中间 那这一款它的颜色呢就 呃 稍微比较 比较亮一点点 对 比较亮红色一点点 对就是这样子 我会把它直接就是涂在这个 呃 唇中央的部分 来做一个有点像是咬唇妆的一个效果 好就这样子 对虽然相机看起来不明显 但是其实定时看它是有一个 一个很浅的一个这个咬唇的这个效果在那里 嗯 OK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腮红的部分 那腮红呢今天我会用一个 比较自然的一个浅的颜色 那今天用的是 Essence他们家这一款 Mate Touch Blush 那我的颜色呢是10号 Pish Me Up 用我的腮红刷沾一点点 好就这样子呢 那这个整个妆容呢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我会直接去换衣服 那我们就等一下见 拜拜 OK我回来了 好那我就是已经换好了衣服 然后接下来 呃 戴上我的这个戒指 对这个 它是一个尾戒 就这样子小小一个的 那通常会带这只手 然后呢另外一只 好接下来呢我会喷一下香水 就是今天想稍微喷一下 然后我会用这个娇兰的这一款 它的味道是蛮 是蛮 蛮 蛮清新的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 好就稍微这样子 手腕 好那头发也弄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穿的衣服 就是 这件我应该之前有 有穿过 就是在一些视频里面 就是有穿过这样子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呃 简单的两条带的吊带裙 然后就是里面可以搭配 白色T恤或者是 呃 黑色T恤 什么颜色都可以 那我自己会比较喜欢搭白色 好 然后这个就是我今天拿的这个 包包 对 它是一个这样子 就是棕色的一个 呃就是鞋背包 但是我个人其实没有很喜欢 这款包包 因为我觉得它的皮革很硬 然后就是你在里面拿东西的时候要 要很用力的去撑它 然后就是才可以拿到你想要拿东西 它的皮革你看基本上是 是 呃还蛮硬的 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弹性 但是它整体的这个造型啊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收纳空间 我觉得也是算是蛮多的 所以我就 就拿来用一下 呃不然的话呢 基本上其实我很少会用它 因为它的皮革太硬了 好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穿着 好今天我的穿着呢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那个吊带裙 然后呢就是搭配这个棕色的这个鞋背包 那鞋子的部分呢 我就搭配一双非常简单的这种小白鞋 对它就是这样子 非常简单的一个款式 好然后呢 基本上整体的造型呢 就是这样子啦 OK那我要出门去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还喜欢 那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 然后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想要知道我的日常生活状态呢 可以去追踪我的IG 在这里咯 好了那我要出门去了 下次见 拜拜